东京银座都有什么好逛的店呢? 周末的银座会专门弄出一条不幸者天国 很多人会在这边打卡 今天来这边逛几家店都是我觉得很不错的地方 大家记得收藏 首先三宅一生的新店一定要来看看 各类支线都挺全的 往旁边走50米就是Omplicy这周的新店了 正好有个创立10周年的展览会 不过需要预约才能进入 附近的就是Beams银座店了 喜欢日常的朋友一定得来逛一下 男装女装西服杂货都可以买到 这家店好像很受游客欢迎 Beams logo的T恤和卫衣一直都很有人气 价格不贵 当做衬衫打底来穿很不错 女装的Beamsboy支线也有配套单品 现在只要来店里打卡 还可以免费领到限定楼年贴纸 百名品系列呢 是Beams家出的100件值得购买的商品清单 其中这条卡骑裤啊就非常受欢迎 威追的裤型加上九分的裤长 配上我今天的靴子简直完美 冬天的话衬衫比较冷 给自己找个高领吧 再配上一件V顶开衫 大地色系很OK 三楼是比较偏正式一点的区域 随着年龄上去 买这类衣服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他们家和巴布尔的最新联名款来得更加宽 所以没那么挑身材很好驾驭 也到了该买冬装的时候了 接下来去的是每次来这边都要逛的 丹佛街 在这里总是能看到当下最流行的款式 以及获得很多穿搭的灵感 地球上最厉害的机器人 这标语挺搞笑的 非常未来的眼镜 拿风 Camper 就是前阵子很火的那个换头皮鞋 做的鞋子都挺有意思的 这里一共有很多层啊 你们来营作一定要来逛一下 旁边就是Ginza 6 是营作里比较适合年轻人逛的百货 NHOLIO新发售的联名 你们觉得哪个颜色好看呢 帮朋友买了双沙色的 PALLA boots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PC品牌 休闲商务都可以穿 就是价格不怎么便宜 另外像And Wonder 十足鸟 MHL什么的 在这里也可以买到 真的是营作比较值得逛的百货了 好了 今天的营作型就结束了 准备回家 大家下次再见